林心如只用一句话就毁掉了半辈子的好前程 恶心嘴脸写满了崇洋媚外 明明七七是我国传统节日 有着牛郎织女的美好爱情故事 却想不到被林心如贬低为鬼节 完全与中元结婚为一谈 她一个年近50岁的中年女人 带头混淆传统节日就算了 甚至还话里话外崇洋媚外 只乐意过西方的情人节 难道这就是赚着国人钱 却还砸国人的饭碗吗 而其实林心如崇洋媚外的丑陋模样 早在20年前就已经曝光在镜头前 当年林心如在一档节目中 为了证明她被日本文化的狂热 竟然当众爆料她最爱的男人是日本男模 甚至还兴高采烈地喊话幻想嫁给日本人 即便这辈子她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未来就让自家女儿替她实现 也不怪当林志玲官宣嫁给日本男人时 惹得林心如羡慕的眼红 在对方生下儿子时 她还迫不及待地想要给两个小孩子订娃娃亲 有心思让女儿实现她嫁给日本人的梦想 难道林心如当真想要把重阳媚外 日本人走狗一行字刻在脸上才肯善罢甘休吗 确实在林心如心里 似乎日本的安危远远高于自家国家 因为国内多次举行的慈善巴沙晚会上 林心如与丈夫霍建华四次都只是露个脸拍个照 等真正捐钱环节时 二人却一毛不拔 下台后立马溜至大吉 前前后后参加了65场慈善晚会中 林心如才抠出来区区30万善款 而当日本发生地震时 林心如却乐意大手一挥砸150万救灾 难道这就是林心如的丑陋面孔吗 但林心如高调炫富的模样 无一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个夜的钻石项链 在林心如眼里就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就像我身上这一套 就是大概是三亿多 这一个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克拉的戒指就已经是一亿多 之后买猪宝更加的心安理了 完全就不会客气 以后可以传给女儿 女儿每一年生日的时候 帮她买一个作品 买一件猪宝 然后她留着 但她不能用的时候我可以先用 对啊 在她18岁之前我都可以用 自己会有十八件 变得好小 哇 好棒 在林心如满脸开花之下 自爆女儿生日 每年都会送上价值上亿的珠宝钻石 将来会成为女儿的嫁妆 而这只是林心如 富养女儿的开胃菜 买纯金的饭碗给女儿喂饭 把爱马仕包包给女儿养小狗 为女儿上学方便 买上亿豪华别墅 而对亲亲丈夫霍建华的宠爱 林心如更是投其所好 给霍建华准备她最喜爱的豪车 砸1790万买下限量版法拉利 送给对方作为生日礼物 难道这样出手就是百万千万的家庭 林心如当真拿不出来钱捐善款吗 我想这背后无非不是她压根不想 舍得掏钱富养一家三口 却舍不得掏钱捐善款 而林心如打小似乎就是个爆发户 凡是去往行程式 必定先打听奢侈品店 第一个冲进去消费购物 林心如听说 是从小就是LV的大客户 第一个包就是LV包 每一个拍戏的现场 都立刻打听LV在哪里 对呀 我去智力第一个问这里面LV 即便霍建华娶了她后 整整六年没有接到工作 却完全不急不躁 因为有多精媳妇林心如养着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出门还有千万法拉利待步 或许夫妇二人压根不知晓 贫穷二字如何写 其实这背后似乎离不开 林心如的经商头脑 当她退出演艺市场后 早早盯上了影视投资 在原始的积累之下 林心如仅靠着砸钱投资的影视剧 妥妥坐上了女商人宝座 千万投资轻轻松松砸出去 收网时更是直接翻倍赚进口袋 很显然 在投资影视剧之下 林心如早就跨越阶级 妥妥登上富婆宝座 丝毫不稀罕跑进演艺圈 争夺撒瓜俩枣 但当她人品彻底曝光时 路人员早早就被败光 砸脸上不少偷磨星子 如果没有林心如的甜油加醋 想必周杰不会被扣上一辈子的黑锅 1998年 一部环珠格格爆火 带动异形演员喜提好前程 而其实 紫薇出身的林心如是导演穷瑶最看不上的演员 甚至在开机三天后有心思将她换掉 因为林心如演技压根上不去台面 在剧组完全就是查克打魂 活生生给一伙专业演员拖后腿 但她脸皮足够厚 哭着喊着才求得穷瑶给她这个机会 而其实林心如眼光却十分高 有心思抢下主角小燕子 但为了不被赶出剧组 靠着关系户拿下了紫薇一角 没出任何意外 林心如乘着环珠格格爆火的东风 顺利成为弯弯大红大紫的明星 但谁料她在镜头前的天油加醋 竟活生生毁掉了尔康扮演者周杰的好前程 不仅仅嘲讽周杰口臭 甚至还将对方刻画成风流男人 拍吻血伸舌头 没有拍过伸舌头 所以你跟尔康也没有 我怎么要逼得多紧啊 我完全是 我大一种闻得很丑 尔康也没有试得要伸舌头 我逼得很紧 要试探的就是把你那个打开吗 所以十个里面一共有几个曾经顶过你的牙齿 就一个吧 尔康啊 这样一来 吐沫星子全都砸在周杰脸上 活生生将她踩在脚下 后半生彻底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林心如却丝毫不在意 甚至多次公开场合笑话周杰 直到周杰彻底坐不住 在消失了十多年后 终于站出来洗清冤屈 却对吻戏有了深深的恐惧 以至于让她不敢在镜头前露脸 或许这一切都离不开林心如打小的心灵扭曲 上学时将情书贴在班级通知栏上 让对方在全班同学跟前出丑 为了诅咒偶像木村拓宰的爱妻 竟然诅咒对方生下的小孩 不是偶像亲生的 有心思踹掉对方发妻 她能直接上位嫁给偶像 那时候木村结婚的时候 大爷是一直羞辱功腾镜像 他真的是 应该不是他的小孩吧 就是记王 对对对 我跟他说你跟大爷讲的话一模一样 他怎么可能这么样 就跟你说他去打台湾 让自己怀孕让他娶她 而且搞不好小孩不是他的 早晚会离婚 大爷是这样跟我讲 或许这就是他彻底被骂回 弯弯的真实原因 活生生砸头上一坨坨臭狗屎